布满油花的鮪鱼上腹肉 如同海中的A5和牛 入口即化 稍微炙烧逼出油脂 也别有一番风味 现在是吃黑鮪鱼的季节 黑鮪鱼在今年的进港数量相当多 我国今年在太平洋黑鱼 鱼货配额是1965吨 到9号累计的配额已经达到90% 也因此农业部立即公告 从12号的零时零分开始 停止捕捞太平洋黑鱼 两天的缓冲期 10号跟11号捕捕的黑鮪鱼 渔民必须要立即或最迟 不超过24小时通报 渔业通讯电台 12号开始 如果还捕捞的话 将会进行合处 也预估这两天 可能会出现了抢捞黑鱼的状况 东森新闻在屏东报导